美國最近在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 早前對華製出最嚴厲的芯片限制 特別是要美籍還是要工作這類限制 不僅衝擊本來供過於求的全球芯片市場 而且竟然意外地給了一些中資的機會吸納具有經驗的芯片工程師 加速中國實現芯片的自給自足 日本的《日經亞洲評論網站》11月4日發表一篇題為 《美國芯片限制催生了中國科技行業招聘熱潮》的評論文章 說到外資公司因為美國限制令縮減中國業務 你們解僱人,中國就請人了 科技行業真先恐後地從外資公司爭奪這些有經驗的工程師 文章說到美國芯片設計公司美滿電子科技 MARFEL技能計劃財減中國幾百名員工 中國芯片行業的招聘廣告隨即增加 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華為等知名的科技產業、科技企業 以至一些較小型的本土芯片設計公司 美滿宣布位於成都和上海兩個關鍵研發中心裁員 這間美國公司在中國運營超過10年 中國市場佔公司的總收入超過45% 據知美滿在上海研發中心曾經有800多名員工 是僅次美國總部和以色列第三大研發的據點 儘管美滿沒有明確透露裁員的原因 但美國政府在幾個星期前 推出新一輪針對中國芯片行業的嚴格限制措施 包括限制美國公民為特定的中國科技公司工作 大家想想 中國市場佔該公司總收入超過45% 這麼好前景的市場竟然是要裁員的 似乎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大家想想想 但只不過美滿裁員對人財短缺的中國芯片業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文章引述芯片行業的資深人士 上海某人財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 即是獵頭 這位叫胡韻望的先生 他就說外資公司裁員 其實就是本土芯片研發公司 吸納人財的黃金機會 他就說 這些美滿的公司的工程師上午被人解僱 下午就會有好幾份工作等他們去做 胡韻望指出 對於一些擁有五六年的工作經驗的芯片開發者來說 有些公司甚至會向他們提供 100萬人民幣以上的新資待遇 招聘的平台數據顯示 這樣的新資水平和英特爾 美光科技等全球芯片業巨頭的待遇水平差不多 應該說就是連新 江蘇某獵頭公司也說到 本土公司的工作機會可以給他們更多的安全感 自從美國宣布最新的芯片出口限制 中國本土企業的招聘行動立即提出 一位成都的獵頭就在微信為一間 人工智能芯片初創企業發布幾個工作崗位的招聘要求 尋找一些擁有五年工作經驗的工程師 最好有海外工作經歷或頂級的 外國半導體公司的工作經歷 公司願意提供薪資在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中間 列台也說到這個公司跟任何芯片巨頭或同類公司相比 都極具競爭力 胡望形容 畢竟中國半導體產業 依然是嚴重缺少有經驗的工程師 十分學務有優秀的人才 大家其實想想想你就是那位半導體人才 要在美籍和收入去抉擇 真是不容易的 但是回到美國 意味著要面對半導體市場不景氣 收入大跌 隨時大家想想 你來到這裡 你只有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你回到美國 人家未必有工作崗位給你 再加上最近很多高科技行業在炒油 當然高科技和半導體又未必相同 他們炒油 他們也不景氣了 他們那些產品也賣得不好 芯片也可能也要萎縮 設計會不會有資金又被人限制呢 要想想 再加上 接下來環球市場前景不明朗 下年年中或年底 有機會有一個金融海嘯來 隨時一個錯誤的決定 回到美國 可能說要失業一到兩年 才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很可能 有相當一部分 我都認同 會選擇留在中國 繼續發展 至於裝備來說 大家知道拜登 拜佬很喜歡 據說 向荷蘭的光刻機巨頭 ASML試壓 但ASML很懂得做人 在中國原來有15個辦公室 11個倉儲物流中心 3個研發中心 1個培訓中心 1個維修中心 擁有超過1500名員工 雖然有美國制裁 ASML沒有辦法購買一些 比較高端的光刻機給中國 但ASML深入中國市場 購買一些中低階的光刻機給中國 不排除重金下必有用戶 有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中國唯一不決就是錢 透過各種方式 會不會有人回避制裁 譬如去借殼 去賣給第三家公司 然後再轉手 給中國 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說中國芯片落後大約5到10年 短就5年 長就10年 很可能就比預期有機會很快追上 另外就想說一下人權氾濫的歐洲 當地環保的事故近乎失控了 失公路機場 好像都已經滿足不了他們 現在是要向明華 撥一些液體 或者扔蛋糕 這些風景線就接二零三在當地上演 這還有些恐怖 先知聲明我支持合理地推動環保和保障人權 但是近日歐洲的環保示威 如果大家留意 好像有些失控的現象 譬如梵高的向日葵名畫 他在10月遭到番茄罐頭襲擊 幕內的江草堆 這幅名畫就在10月 也被人潑馬鈴樹 即是土豆泥 擺在倫敦的杜莎夫人立像館的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的立像 就被朱古力蛋糕擊中 達分期的最後晚餐在7月就被人塗上 強力膠水 蒙羅麗莎就在5月就被人用奶油蛋糕擊中 不單止名畫遇襲 有環保組織 甚至將自己綁在喉柱 闖入F1的英國大獎賽的賽道坐下示威 爬上伊利沙伯二世女王大橋的鋼纜 影響行車 踩單車闖入機場等等 各式各樣 五花八門的示威方式 如果用回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很快未必是議長 可能過多一段時間 他就不再做了 但他有一個名言就是 一條條美麗的風景線 可能真的在那裏上演在歐洲 可能你又會問 環保還環保 為什麼要撲畫呢? 扔土豆泥 扔蛋糕 本身就是浪費食物 一點都不環保 但是事實上 這班環保人士是相當之精明的 相比傳統的正座示威和遊行抗議 現在和他們爭奪 公眾的助力就是馬斯克 以及一些TikTok、YouTube的 串流主 串流主 是一些有橋頭的娛樂 曾經表達態度的方式 可能就不及時宜了 對於這種新的抗議方式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我們就看看兩邊的觀點 支持者裏面 外爾蘭歌手 包撥格爾多夫 認為這種行為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確 是天才般的創意 認為福明華反正也有一個殼保護 又不會被摧毀 又不會對話本身造成破壞的 又沒有傷害任何人 這類的行為應該是被容忍的 氣候緊急基金執行董事薩拉蒙 我覺得他的說法比較公利 他說就新聞報道來說 對於一些明華的抗議活動 可以是他過去百年看到的氣候抗爭運動中最成功 是一種突破 成功突破現在非常可怕的媒體環境 反對者裏面有些人都感到驚訝 對他們這種行為感到很奇怪 譬如展出莫內華作的江草堆的德國 巴貝里尼的博物館館長奧特魯德表示 雖然他理解氣候或環保人士對於氣候災難的關似 但是對他們這樣試圖施加壓力的手段感到震驚 作家杜格拉斯莫雷也說 這些抗議者是野蠻人 因為他們對破壞藝術作品毫不在意 說真的 我真的不太認同這類行為 我只從一個實際效果去看 結果論 除了引起媒體關注 能不能夠達到環保的目標 這個情況就好像香港一些 泛民的前立法會議員 就經常被人夜雨 就早上在議會大叫員 然後被人驅逐離場 然後就去吃早餐 去酒樓飲茶 曾經有這樣的傳言 有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很類似 做完了 環保的成效是怎樣 本身扔的東西都已經不環保 情況就好像以前 因為以前我是信有信仰 基督教 以前很流行說一句 就是不要為傳教而傳教 或是為 酸道而酸道 最後你是會失去目的性 第二就是我贊成 合理地推動環保 但是要視乎人民的收入 經濟氣候環保的技術成效等因素 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判斷 我當然明白 風電、水電、太陽能 當然是最環保 但是開支大 推行過急 影響經濟之後 其實可能最後的後果 是不環保的 我經常懷疑 有些利益集團 是資助特定的環保組織 推動一些政治訴求 例如去制止移山田海不建屋 去推動風電、水電、太陽能的發電 去賺大錢 希望要加緊立法 去逼這些環保組織 環保不要緊 但拜託迴避利益衝突 第三 我也是贊成合理地保障人權 但是你要推動環保 不如就申請場地絕食抗議 你跑去堵塞交通 因為汽車額外排放、廢氣 因為他停在那裡 那輛車動不動 那輛車人總是要開冷氣開空調 除非他打開槍 關掉車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堵塞交通 那輛車額外排放、廢氣 其實本身就是污染的環境 你妨礙足球比賽進行 球場要故意浪費多5至15分鐘去處理你 有額外的耗電 他本身也是不環保的 那第四 我覺得這是一個破槍效應 即是你不制止這類行為 只會越來越誇張 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但是會越來越多這種情況發生 大家如果還記得 他們這種行為是會收窄發達國家的示威自由 英國 大家如果留意 曾經有很多人在笑 英國又是一個很民主自由的國家 很多人去那裡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氣 但是英國推出了一條警察犯罪、良刑和法院的法案 就是擺明是針對環保人士 那時候針對他們用這個魚水集會 即是他不需要一大堆人 只要有一兩個人幾丁油 就去堵塞交通 然後製造一個很大的社會成本 去影響到社會治安 法案擴大警察折查和搜查示威者的權力 對於一些出現嚴重之餘和騷擾 令到普通民眾感到驚恐不安的暴力行為 警察有權嫁入 同時加強刑罰的力度 示威者如果襲擊警察、護士或者護理人員等緊急救援人員 最高刑罰就由監禁12個月加到兩年 如果破壞雕像等公共財物最高可以判囚十年 其實擺明是針對這群環保人士 所以我相信 越來越多這類法案 真的會收窄他們的示威自由 到時候越來越多人就批評他們 竟然不保障人權 我們一起吃著花生看好戲 但我相信這類惡痕 就不會在香港發生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比較 中國人的社會 都是希望社會和諧 在一個適當的限制下去發展 這也是我大家一個普遍的認同 這就是我今天的上半段的分享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請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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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大家